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这个问题应该我还会继续思考下去 到底是要做风格音乐家还是专业音乐家呢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跟你的特质是有关的 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勉强 就是有的时候你无法选择 因为你的成长背景 你的个性 你的天赋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听 学生也会去听很多大师 就是名家知名达人的演讲 每一个人都会告诉你他怎么成功的 可是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可以复制 对 符合每一个人 没有办法copy 没有办法复制 但是它有很多的养分 或者你可以想看他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这部分倒是可以学习的 所以其实学习的是一种思维模式 而不是说去学习他的经验 就他是怎么走的 我们就一定那样走就一定会成功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常会confused的就说 为什么老师教的跟他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他就教大家去挑战 去努力追求梦想 可是老师呢可能教的是另外一种很标准的模式 那我都会跟学生说那是一种选择 就是你选择那样 可是你的风险比较大 可是你如果造老师的那风险小 但是有的人呢他就喜欢 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去进行 但有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 你就没有办法框住他 绑不住他 他就是呢会跟你冲撞 他就是呢会努力的挑战一些体制 那这样的人呢 你把他框住呢 他就他就很不舒服 对那有的人就喜欢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做一些小小的革新或小小的发现 我大概就是属于这样的人 我刚刚在讲说我想要问你 你是不是属于这样子 对我是属于这样的人 比方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选的是水墨 我选的是水墨 这么传统 因为 跳通的 对因为呢 我发现我看不太懂我的学长姐 他们在搞的一些现代艺术的东西 当代艺术的东西 所以呢我反而退了球机 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 去挑战那个框 那个边 那其实我现在做设计也是一样 其实风潮是一个看起来相对于流行音乐 是相对保守的一个一家音乐公司 那他做的东西也是非主流的东西 可是他要在这个艰难的这个音乐环境里面生存 他一定要做很多安全的东西 所以就非常适合老师 然后那我又喜欢在安全的东西里面呢 去做一些突破跟挑战 那我觉得在小框框里面 我只要能够踏出去就是创新了 就是 对成就感 对 对所以我习惯了 我习惯这样 所以我不会做那种太冒险的事情 对真的 所以像老师讲说 这个可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对真的是 就算我真的很想去做一个什么风格音乐家 可能我也做不来 有可能 对 所以这些学生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顺势而为吧 对顺着自己的做你想做的事情还蛮重要的 那有些事情你想做但是你做不来 你就会去衡量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很内向 一上台根本就紧张的不行 你就不要去做那种很公关的事情 对 对 找到自己适合做的事还蛮重要的 嗯 不过我想 要勇于挑战自己也是好 就多去尝试 可是如果说真的受到挫折 也不用觉得好像是世界末日 就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再从事这一行 因为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有不一样的需要的人才 那只是自己需要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 我非常想知道 入围葛莱美到底是什么感觉啊 入围这么国际性的大奖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觉得那个跟我无关啊 就是呢 他用电话通知我说你入围了 我说入围什么啊 他说葛莱美 我说那不是萧青阳的事情吗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觉得 东西是可以入围的 因为他们拿去报我们也不知道 对 那突然这样的通知我认为就是他在开玩笑 但是听起来又不太像 那为什么这诈骗集团现在新流行 就是骗人家说你入围葛莱美 我好像是到了第三天我才接受这个事实 然后接下来那个庞大的压力就来了 有什么样子的压力 就是我一直不习惯 被关注或者是被大量的关注这件事情 然后对自己其实没那么有自信 对那突然入围的时候我就想到 萧青阳他当初入围的时候 曾经有过的一些模式 天哪我要去西地这些模式 什么记者会啊什么这些 对我来讲 我马上就想我连一件正式的衣服都没有啦 什么之类的这些很琐碎的事情就跑出来了 或者是我以前是不是有做一些很烂的东西 到时候被挖出来怎样 因为想太多了啦 对对 那后来呢 就慢慢接受之后呢 就把它当作一件 一件还不错的事情 是还 我那时候随口讲了一句话就变成那个新闻的那个标准 就是有爽度的自虐行为 你还说你很低调 你居然讲出这么 这么有 这种像slogan的一样 没有那就是我们私底下跟记者聊天的时候 就不晓得为什么就冒出这样的话 他就把它当标题了 对那那我的学生在在网络上面写说 没错这就是我老师会讲的话 有爽度的自虐行为 对自虐呢就是很累 对很累 那包括去了格莱美也是很累 因为整个时差的问题 就连我们在看那么精彩的颁奖晚会的时候 我们都打喝水 我很想知道就是入围了以后 他们会为你们做什么准备 因为出机票钱嘛 还有酒店嘛 然后还会给零用钱对不对 那些都不是格莱美给的哦 哦真的吗 那些都是我们蜂巢去跟政府争取的哦 哦我还真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没有没有那是蜂巢跟好像新闻局还是文化局 有争取了一些经费 不然要自己就是这些事要自己去负责的 没错是这样哦 对那因为他要那么多入围的人 而且呢入围有啦 有一块奖牌跟奖状 嗯 也没有奖金 得奖也不会有奖金 嗯 对这就是很多国外的大奖都是这样 包括你去参加Red Dark或者是衣服奖 嗯 红点啊或者是衣服奖 你也要花好多的钱 嗯 自己出好几万 对 对 所以这 但是这对一个创作人来说 它是一个都值得的事情 对啊 真的可以一生有一次就很够了 是啊 那你们到那边以后 因为我知道会安排一些晚会啊 什么的 对 那晚会都是很大的 对 国际巨星吧 我都常跟我的学生说 呃 你们一生中大概没有人可以有机会 同时跟呃 比方说这个雷迪嘎嘎 比亚瑟 比昂斯 或者是阿姆饶舌哥 嗯 或者是steam 或者是这些人 呃 一同在一个空间里面 对 呼吸相同的空气 这种感觉不太可能 嗯 但是我们 我们办到了 对啊 而且你又不是做音乐 我不是做音乐 真的很嫉妒 对 不过在现场 我们也是呃 觉得说哇 这真的是一个世界的舞台 这真的是一个最顶尖的在玩的游戏哦 我居然可以跟他们一起玩这个游戏 我觉得 非常的不真实 嗯 非常的梦幻的感觉 你那时候穿什么 你不是一件像样的衣服都 对 后来我就去花了几万块买了 但是呢 人家看一下 看一下说有吗 这值这么多钱 哈哈哈 是谁说的 居然这样子讲我们四位老师 对啊 其实说真的是这样啊 嗯 对 那在 在美国的时候呢 一直都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那不是我们的舞台 对 那个不是 不是我们东方人可以玩的东西 对 那是他们发明的游戏 对对对 那我们可以在旁边跟着 嗯 看看热闹就不错 没错没错 尤其是他的这个评审制度呢 更想要一个台湾的一家唱片公司 一个一个默默无闻的设计的人 能够得奖 那真的是太难了 嗯 对 因为他们是一个票选的制度 全球大概有两千多个会员 投票的方式来决定 嗯 那第一轮是专业评审 由专业评审来挑出五件作品 从大概一万五五千多件的作品里面 挑出五件来入围 之后就交给三千多位的会员来投票 那我最近呢 刚做完那个出评的那个投票 因为我我变成也有投票权了 嗯 就三千个会员之一了 对 然后呢 我们是选音乐类的初审 我发现这么多 这么多的名单 我怎么怎么去选 而且你要怎么样去听那些音乐 是他全部CD都会寄给你吗 当然不可能 对 所以是网路上听嘛 对 网路上听 那个quality就根本听不出来 重点是我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去听 我只能够挑我有兴趣的人去听 嗯 对 所以这第二轮的用 用会员投票制的呢 对 比方说萧青阳 他已经入围四次了 嗯 他前面入围了三次 到了第四次 他都还是没有办法得奖 对啊 对啊 嗯 所以 我觉得入围比较应该开心 因为你看是专业评审 对 一万五千件 对 选五件 是啊 那有多难啊 你后面说是会员 那会员有的搞不清有状况 就不管他们了嘛 对不对 就前面你可以从一万五千件选五件 而且是 我觉得设计很难选耶 是 而且尤其是专业评审 他可能考虑的不是像我们只是觉得好不好看啊 好不好玩 他们可能真的就像细部都会很去要求 是啊 所以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呃 像我最可以体会萧青阳的心情 他第一次入围的时候 呃 很多人一定认为他就是运气好 嗯 其实我现在也觉得我是运气好 但是呢 他很厉害啊 他就用他的实力证明 他可以入围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嗯 对 那我现在就有他那种感觉 就是他为什么要为了这个奖这么努力 去证明 证明台湾人也可以办到这件事情 对 我完全可以体会 他正在挑战金氏世界纪录 设计类入围最多次而没有得奖的设计师 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 我可以跟四位老师聊这么多 我真的一直很好奇的问题 那相信听众朋友也会听得很开心 嗯 那我希望 我我真的很期待 四位老师未来还有更好的作品出来 因为像你讲的说 哦 从来都没有一个自己满意的作品 那我很期待 未来可以看到四位老师很多设计作品 谢谢念玲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四位老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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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